只要六七百塊你就可以改裝原廠出現聲 然後並且煞車子不減 啊~~有出現聲了~~ 欸yo what's up 歡迎來到裝閉日子 我是裝閉日子阿聘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去用原廠零件去改裝 我們2021年的金康X區 我們2021年的金康系列 來一次大改版 然後我們這次改版就是有把我們所有的機體縮小 尤其是像我們的金康200 相較於之前的200系列的捲真的小的非常非常多 2021年總共就是金康有出三個持筆 一個是PG HG還有XG 在我們這麼香甜的規格之下 我們PG跟HG都有相對應的出現聲 除了我們200XG 金康齁在2021年的更新 有一個非常大的改版 就是它終於有XG的部分 我們偉大的XG就在我們所有金康裡面都放上出現聲 加上今年2023的Monster Drive 金康的Monster Drive 300 400星 它都有出現聲 唯獨我們2021年200的金康XG 是沒有出現聲的 這是不是就算是我們金康愛好者的遺珠之憾呢 沒關係 今天裝兵哥就來教你怎麼用我們原廠的零件 去改裝2021年版的金康200XG 讓它就是除了擁有原廠的出現聲之外 還有完全不減的煞車力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我們今天就要來用原廠的零件 把金康的齒輪改成有出現聲的 這個齒輪它要訂的套件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可以參考裝兵哥上一篇的那個改裝教學 是把21安達改成出現聲 那它主要訂的是 這上面這些 123456 這六個零件都是22海盧的那個出現聲套件 然後這22海盧出現聲套件有包括它的響珠 響珠彈簧跟響珠座 然後還有它的響珠的壓板 跟它的煞車的壓板 還有就是它的煞車探天片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的大尺 因為它金康的大尺其實是比較大顆的 它比我們其他系列的XG系列它的大尺其實都是稍微有點大 就是這個我們套件原本是這樣裝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像另外一個就是你裝在22的尺上面 它會完美的切合 但是它這個旁邊會有一咪咪的空隙出來 一咪咪的空隙 因為它的大尺其實是比較大的 裝兵哥是想說如果假如說它這個是稍微小一點點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打洞的地方拉進來一點點 然後讓它就是可以吻合到讓這個響珠撞到這個響板 再加上用它這個煞車力是5公斤的部分的話 讓200XG其實可以讓用原廠的零件就讓它響 這是裝兵哥所想的 所以今天裝兵哥就要來實際操作看看 這到底是OK還不OK 那我們就實際來打洞 你看它連它中間的煞車片的那個 這個小環 其實大小都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在這一圈上面 把洞打在這一圈上面 稍微進來一點點的話 那它勢必就會符合響珠版的位置 先來比一下 這是它的這個兜兜 應該大概是在這邊 然後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到 中間有給你一個洞 這個洞中間還有一個洞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那個把它標記在你的中心點在哪裡 細小鉗筆做個記號 然後每個記號在上面 然後下一步我們就拿 這個電鑽用的撞針 先給它敲個凹紅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的底部這個大小是多少 它底部是2. 底部的這個孔是2.97 其實的話 裝閉哥估算的話 它其實是 8分之1 2.97 哇 這個孔其實有點大 3.14 用8分之1的話 是3.14 其實如果你有 就是那種上下的車頭的話 可以這樣上下直接拉的 這種 鑽頭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因為裝閉哥沒有 所以 我就是慢慢用電鑽把它鑽下來 然後我們在弄這個尺的時候 我們下面再墊個東西 這孔其實誤差相當的大 千萬不要像裝閉哥這樣鑽 只是裝閉哥沒有其他工具 算那個精度不是很夠 終於挖開了 把那個外面毛毛的地方清一下 我覺得這個改裝好 最難的就是挖孔 靠腰 可是沒工具啦 不然 其實會更輕鬆的 傻 經過了千辛萬苦 終於打好啦 然後如果 就是想要改裝的朋友 這個洞啊 還是盡量挖外面比較 比較好啦 所以如果有那個 鑽床的朋友 還是盡量用鑽床 比較輕鬆啦 不像裝閉哥那麼累 把它裝在我們 二二斤湯上喔 二金康的機房 那原本的大小只是長這樣子 就是外面一圈跟那個 然後現在變成是反過來的 我們試試看 裝起來我的物超 好緊張喔 先幫二二金康 放點黑色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喔 放好了 那我們就把蓋子關上囉 欸 看起來OK 好 那我們就裝好啦 目前看起來 捲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來 看看它的出現聲喔 我要開始囉 有出現聲了 出現聲 看到沒 22XG喔 22XG 出現聲喔 改造成功 那接下來我們來拉拉看它的煞車值 拉拉看 最大煞車力6 這顆6 完全無損煞車力喔 金康圓康配件完全無損煞車力 舒服 讚 呵呵呵 欸唷娃瑟 結束今天的改裝啦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改裝 有沒有更深刻的了解呢 因為裝逼哥不敢直接在大尺上面打洞 所以這次零件的費用的話 是5665塊日幣 這樣加起來的話大概是 就是1300塊左右台幣 那如果假如說你不訂大尺的話 那它其實零件會相對便宜很多 因為它大尺大概就是2800的日幣 所以如果假如說你敢在原本的 金康的大尺上面打洞的話 那其實會在接近半價左右 可能只要六七百塊 你就可以改裝就是原廠出現聲 所使用的零件 而金康的XG的大尺之外 其他的零件都是使用我們2022年 XSENSE DC的零件 那如果假如說就是你是喜歡動手DIY的朋友的話 那就是歡迎大家就是可以試著去訂這個零件看看 金康中唯一的遺憾 2021年的金康200XG也會有出現聲 也有就是原廠講的exciting上 再加自己DIY的朋友點 注意自己自身的安全 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看到會馬上會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by bwd6